柏里正十港国小日前举办家长座谈会的活动 这次活动除了邀请到专家 讲解亲子互动的重要性之外 也邀请到小朋友上台报告 让家长更了解小朋友在校学习的成果 透过家长有正确的教育理念 可以跟我们一起努力为教育打拼 除了请专家来演讲 学校还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的活动 包括家长可以留下来跟老师一起用餐 沟通小朋友在学校的学习状况 那再来还有把学校参加一些比赛 好成绩的影片跟我们的家长做分享 我想透过这样让家长对学校更了解 让我们学校的师长们也得到家长的肯定 那感谢廖议员也特别到学校来支持我们 先议员廖志成肯定四港国小侯校长 以及教学团队的用心 对于四港国小近年来能够在各方面取得好成绩 身为校友也是予有荣誉 在校长的带领之下和我们所有的老师 辛苦的教学之下 你看这些学生 尤其表现好的国民的奖品都有 因为校长很厉害争取金会 包括去国际社团 还是去教育部 经营出很多经营给这些小朋友 在多元的学习 多元的发展都有很好的基础 回来母校了感觉感到有光荣感说 哇 现在我们四港国小的办学 我们的教育团队办得很好的 家长 尤其是看到大家也都很高兴 这就是真正我们现在小学教育里面 最好的幸福小学 副一长潘一泉肯定四港国小的用心 相信在校长以及老师的努力之下 必定会让学统能够多方面来发展 记者成为一普理采访报导